现在咱们就是在北秦源街往华丰礼这一块走 咱们拍一下华丰礼 华丰礼走到口那一块能走到菜市街 因为这个华丰礼应该现在是比较相对而言保存的还好一点 郑州只要是带礼的这种街道都会在中间或者是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挖挖 老城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公共厕所多 然后每个像这种礼和街道口这一块都会有一个公厕 因为这一块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点 有啥事没吗 有啥事吗 你是咱们三院的以前的退休职工 以前这个菜市街没有和南顺城街打通 然后只到咱们三院口 就是从那边一直走到这 没有通是吧 然后这个菜市街把这个三院分开了 上次我在拍南顺城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说王永 他是加拿大的 他以前是咱们三院的 他说咱们三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 原来叫华美医院 包括咱们盛德中学 也是咱们华美医院的叫约翰 那我不太清楚了 我是57年微校毕业 你是57年郑州微校毕业 咱们在这个华丰里 这个属于三院的家属楼 然后碰到一个奶奶 她是三四年 她是以前三院的这个老员工 然后因为她年龄大了 咱们让她往前走走坐那 咱们拍一下 他叫咱俩坐了一块抱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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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奶奶也是三院的老员工是吧 这三院一共有三个家属院 我们这三一个最老了一个家属院 奶奶这不是照相 这是录像 就是说咱们两个说的话都录进去了 这是一个和电视上放的一样 就是说以后奶奶家里面有几个孩子 五个 五个 就是说家里面的小孩也能看到 也能看到 也能看到 就是说只要有网络 以后只要是不说太长 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也能看到 我拍的这个视频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这个 三十年之后 家里面的孙子或者重孙 想看的大部分都是照片 没有这种系统的这种 录像 如果我能拍下来传到网上之后 看到未来的幸福 对 对 对 也是对比 也是家里面一个怀念的方式吧 但是在这我要跟你说一句执行话 你来我们这个院人来拍照 或别的院人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你看我们老人八九十岁了 走了这个地 哎呀 这个也可以 摔了好几次了 哦你说这个居住环境类的问题 哎 我们也拍居住环境类的问题 我们也拍 希望我们去 开了以后能不能反映上去 包括我们以后 享受一天都是一天呗 呃我们以前拍那个广城区呃那个在萧丹街那一块的房子 嗯 奶奶我这样跟你说比这个 还坏 还坏啊 还脏 还老 五七年五七年五七年五八年就在咱们三下工作 对 工作那么长时间就是说刚开始到现在肯定有变化不小 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个房子了 哦 你没来的时候还没这个房子 茅草房 哦这个 月的时候 对 像这一块是卖呃 往往往往往菜市街往那走卖水产的卖糖果的卖 对 卖菜的 应该呃 应该我拍过之后 很多网上的网友应该都认识你们你们两个了 every 因为网上也有很多咱们以前在就是说五六四个岁五十多岁 在以前在咱们 华丰里这附近住过,像华丰里,三亿街,玉庆里,清平里这一块的,大部分都是平房区和小房子区 我还不能太多说,我一都说,网上就开始说了,我尽量让奶奶们都说我少说 这个是华丰里的四三飞院的家属院,它这个房子应该建的比较早一点 咱们看到它这个街道口这一块,还是有这种砖,它都是怎么说呢,都坏了 刚开始这个咱们看到这个三飞院呢,这两个奶奶说过这个路面有部分的不平整 然后咱们也拍一下 像这个这个楼,它是七八十年代左右建的 老还不算太老,但是有点破了 咱们看到这个路面,它相对而言对这种八十多岁,九十岁的老人这个路面有点不太平